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所有像排烟 风管 消防 回收水 垃圾物 业者所需要的冷冻库 冷藏库 常温库 以及个别营业面积的处理设置等等 是不是也能一步到位 我想他这里面就提出来说 在地下室里面其实他面临的一些整个挑战是很大的 比如说以通风或者说温度的控制这点来讲 处长 基本上我们也是期盼他能够做得更好 那整个我们在规划过程中间 我们的冷气空调的那种设计 是超过基本它面积上面的设计 因为里面的热源会比较高 第二个它排风系统 我们所有的排风系统用统一的方式来做处理 基本上废油 废水的油脂节流这些设施 在这个规划里面它是涵盖在内的 基本上这些都经过考虑进去的东西 应该是问题不大 当然在那么这个空间里面摊商的生意 它的空间上面人流怎么样做适当的控管 这个可能需要我们还要再努力 OK好 副会长 因为就是说你以后要搬到地下室去嘛 卖你的这个老牌的这个牛牌嘛 对不对 那对于你从一个摊商业子的角度来看的话 未来在进入地下室之后 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各种的设备通风的问题 你觉得哪几样可能是最重要的 会影响到你们这整个摊商经营的一个品质的 哪些事情最重要 一定要进去 应该是油烟 油烟的排油烟 对不对 油烟 排油烟 对啊 你在地下室 对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不只是我们消费者进去 是有成本的 有心理成本 障碍的 有移动的成本 对他们来讲他们要把那些东西放下去 然后垃圾要拿出来 东西搬进搬出 每天进出货 其实在地下室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你刚才说到那个心理的成本 我觉得倒是蛮有意思的 就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他其实不太愿意到地下室的地方 去做娱乐或者是吃东西 因为感觉上如果万一有个什么火警的话 你的疏散或者是会会比较困难一点 对不对 处长 基本上所以我们刚刚讲过我们那个出路通道有从原来五个设计规划增加到十一个出路的通道 就让它更和上面的可疑性 所以这个出路的通道也就是消防的通道 不是消防通道 就是说所有出路的通道 出路口 我们可把它增加到十一个出路口 东南西北这个四个方向都有出路口 就让人的这种穿流 是让它是可行的 第二个 它下面还有地下停车场 有厕所 所以在那个夜市里面最需要的地方这边都有 所以它也可以让它变成一个人流的一个空间 那刚刚我们的吴学长这边所提的就是说 这个运送的动线 因为它车到二三楼就是车场 所以它这个运送本来就在设计规范里面 热设的运转都是已经设计在里面的 那现在规范的话就是说 这个整个地下室 它一次最多能够容纳几个人 这个设计是怎么样 没有一个 没有估算过吗 不是 它这样子 我们大概是一千人之内 大概是 因为我们94摊嘛 一个摊 基本上十个人最少 百十个人是没有问题 所以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大概九百到一千人的基本流动量 副会长 你们这次会对于这个人数的掌握 比如说以现在来讲 你们在这个地面 一楼这个地方 大概最 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 最多一次大概有几个人在那边吃东西 最多最近 从了舒嬅剂以后 真的有一点影响 舒嬅剂是个分水岭 舒嬅剂情跟舒嬅剂之后 说是很严重 对 这阵子 大概那个花博那边 冥祥馆 未来馆 对 又重新开放了 是 天气比较热 对 假日 随着时间的冲淡一些 最近 应该可能有 以前 多了百分之十 那你们估算过吗 就是说一个周末 大概有多少人在那边吃东西 一个 应该是差不多三四万人 三四万人 三四万人来到树林里面 他来到树林里面 差不多 万个月 对 万个月 那如果说那个地下室 一次只能容纳一千人 我觉得雪恒 你觉得这个容纳量 我觉得让一般观众稍稍了解一下 我们如果从百货公司来做学习 因为那是一个商场 对 我们从百货公司来做学习 通常百货公司 为什么一楼摆的都是化妆品 因为它的消费力最强 大家会在那边买最多东西 那雪林夜市现在的设计 为什么会让大家讨论跟质疑的问题 也是在于 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摆在一楼 也就是所谓的生鲜或者服装 那代表我们认为 它是最多消费力的一个商品 如果不是因为 官方觉得好管理的话 那代表它的销售营业额要最大 可是就我们所有的尝试 都知道是卖吃的 周转率跟营业额是最大 当然嘛 在夜市这个地方 应该还是吃的最大 所以它的设计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讲 在逻辑上就违背了商场的设计 你把最大最有人流 最赚钱的地方设计在地下室 对 那这跟我们在百货公司的时候 那就变成说 你在百货公司 把你的所有化妆品专柜 通通弄到地下室 你绝对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设计 因为这不符合人们的习惯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再回来讨论的 其实就是 那如果在违逆了人们的习惯之后 你怎么把人倒下去 那个就一直都是人潮跟动线的问题 如果顺 比如说它一开门 就是一个大的往下的阶梯 所有人都往下走 然后再反逆的再往上走的话 那是一样 那是好的 就像为什么很多地方把电影院盖在顶楼 是因为你从电影院去看电影之后 你就一层一层上去 然后会消费 会逛 然后看完电影之后 又一层一层下来 你又会经过每一个楼层 那人流是顺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讲风水 那就是人流 就是你的人流动线是怎么走才顺 OK 好 连这个风水的概念都出来了 不过我觉得刚才那个徐恒讲到一点 其实是还 我想应该是有共鸣的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以夜市来讲 它最吸引人的应该就是各种的小吃摊 对不对 它也是一个地方的美食的这个地标了 那当时为什么会把一楼给这个什么生鲜 或者是这个卖衣服的 不是 我刚刚已经提过了 我们卖生鲜是早上在卖 对 那摆货 杂货这些是晚上在卖 是 它是日夜 一个摊子它做日夜市 但是你的饮食摊 你不可能去做日夜市 因为我的设备是固定的 对 那在 没有错 我们在一楼摆着这摊子摆着 将来它晚上生意会好 但是在白天来讲 人家就不能做生意了 那还有人要生活 第二个 白天如果全部摆 它不做生意 所有设备摆在 事实上它的整个感觉上 也不是一个好的 你晚上很好 到白天它就不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放到 既然放到地下室 既然刚刚讲的 美食是小吃 是夜市的一个主题 大家都喜欢吃 那既然吃放到地下室 它也有它的吸引力 只要你的吸引力是够的 所以它还是有它基本维持的量 对 那我上面 透过这种动态式的 这些摆摊的方式 它塑造出来的景象会更好 OK 这个是 都可以解释的 不管怎么样 处张 我觉得 因为这个答案很快就要揭晓 对 如果你11月份 你就真的要搬过去的话 到底这个 一般的消费者 能不能够买单 他能不能够去 试一个新的这个习惯 没有错 其实答案就一翻两瞪眼了 没错 这个副会长 就是说 你会不会担心 就是说 在搬签的过程当中 可能11月份 没有办法顺利的搬签 因为现在 还是有些摊商 他可能会 就像你说的 有反弹 他可能会认为说 这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这个 idea 搬签 这个是既定政策 对 非搬不可 一定要有搬的 对 因为 每个摊商 跟市政府有打契业 也每个摊商 也不可能违背市政府 对 违背市政府 会把它没收 对啦 违背市政府的话 就要小心后面的棍子了 是不是 他要打契业 对 对对 契业比如三年到 对 继续签业这样 但是他不能说 有部分的水电工程 空调工程 没有完全做好 对 就要求你们搬下去 就要求我们搬 对 像市政府 好像有一点 比较不合理 他如果都完全好了 应该 他没有不搬的理由 没有不搬的理由 对不对 那前提当然是要 全部好才能够搬下去 这应该要有共识 对 不可能说 我什么管线 或者是说 这边都还没好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 以进度来看的话 处长 11月份是真的是来得及的吗 基本上 在我们现在的控管之下 原则上是还来得及 好 那谁去检验说 这个地方已经ready了 已经好了 基本上 第一个 一定要 这个人本使用 建管机关 一定要通过 拿到使用执照 对 第二个 他就得拿到使用执照 代表他这是可以使用的 这政府机关 法规上面限制 那第二个就是 摊商进来之后 他还有什么需求 他要到现场 因为他们也要 开始要做装潢 这个东西 整个装下去 他大概就定位 那就是搬迁的一个好时机 副会长 你可以透露一下商业机密吗 就是说 就是每一个月 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这可以说一下 每个月营业额 对哦 我都纳税金 你现在跟我害羞 每个月营业额都纳税金 每个摊商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不然你讲个平均的好了 就是说生意还很不错的 大概 我估国税纸会查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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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对对对 好了 我估国税纸现在有对我们优待 国税纸有优待 现在有优待 目前是有优待 比如说 从之前那个 把你少收一点 额定就好了 对 过程给你收多少 差不多过程是多少 没有看你真正的营业 对对对 也没有开发票 开收剧 开收剧 然后你有一个营业账策 有一个营业的缴税 流水号 对OK 当然了 我们希望每个摊商 都是生意兴隆 那为什么可以生意兴隆 就是它品质好 口味好 所以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 我想那就变成是 消费者跟摊商 包括是市政府 三营的一个局面 当然我们谈到 这个夜市的文化 它不是只有在台北 其实全台湾各地 有非常棒的 这个夜市的文化 不知道您最喜欢 哪一个地方的夜市呢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来讨论